美國民主黨全代會來到第三天 明尼蘇達州州長華茲也正式接受提名 成為民主黨的副總統候選人 黨內大咖輪番上台演講 甚至前總統柯林頓 技術了總統拜登的政績 還把拜登跟放棄連任第三屆的美國國父 華盛頓相提定論 明尼蘇達州州長華茲正式接受提名 成為民主黨副總統候選人 華茲在演說中介紹他的出身背景 17歲就加入美國國民兵 之後姻緣際會成為高中老師 接著轉個彎走上從政治路 強調自己出身平凡 跟底層人民站在一起 然後他做了一件很難的事情 他互相承諾政治力 美國前總統柯林頓 一開場就細數總統拜登的政績 還把拜登跟放棄連任第三屆的 美國國父華盛頓相提並論 柯林頓也拿前總統川普78歲的高齡 做文章 妙語如珠 前總院議長裴洛西提到 他跟副總統賀錦麗有數十年的私交 大戰堂挺身為婦女權益而戰 是充滿智慧跟變才的政治領袖 裴洛西再提2021年的國會山莊暴動 要選民別忘記川普破壞民主 輪到脫口秀主持人歐普拉演講 展現唱作居家的本領 讓全場觀眾嗨到最高點 我們全都是美國人 而我們一起選擇 Kamala Harris 美國歌手約翰傳奇等大咖開唱 讓民主黨全代會的第三天在熱鬧中落幕 林柔人編譯 BGM